实际上呢比亚迪是一家很不务正业的汽车制造商 一开始其实他们是做电池的 而且电池生意也做得很好 但是之后他们跑去造车 同样的造车的生意他们也做得很好 目前的比亚迪是世界上少数可以自己制造三电系统的汽车制造商 什么是三电系统 就是电机电池跟电控 那么呢今天我们就来试驾一下 比亚迪进入马来西亚市场的第一款电动车 比亚迪阿托3 也就是这个圆plus 那么这款车有什么特别呢 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吧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阿托3的外观设计 在外观设计的部分 他们采用了比亚迪最新的家族设计 也就是这个Dragon Face 3.0 龙脸 虽然讲龙是一个很凶猛很霸气的动物 但是在这个比亚迪阿托3上面你可以看到 其实龙也可以温文如牙 老实讲啊一开始我看这张车的照片的时候 我觉得这张车不是很美 但是看了真车过后我觉得还蛮优雅的 主要是它的线条非常的柔顺 然后又不失精神 尤其是它的眼睛虽然讲狭小但是非常的锐利 有一个细节点大家要注意的是 这个日间行车灯其实是连关式的 一直从这边延伸到另外一头的大灯珠 所以当这个车灯亮起的时候 识别度是非常的高的 不过这辆车其实并没有配备这个雾灯啦 然后还有一点它跟其他的电动车是一样的 就是讲它的这个水箱护照是没有的 因为它并不需要进气 所以他们把这个水箱护照密封起来 来为这个车子创造一个更好的风筑系数 这辆车它的车身持满呢 其实跟cororacross差不多 但是它比较低矮 所以看起来它会比较像是一辆先飞车 而不是crossover或者是SUV 我觉得这辆车的设计部分呢 如果是讲满分 100分 我可以给到80分 你会给到分 这样子看确实还蛮好看 尤其是配上红色的车子 确实凸显了它的独特的设计风格啦 如果你看这个artosan的车尾 你会觉得它更像一辆先飞车 这边有个尾翼 然后比较小的后档风镜 然后这边叫做build your dream 创造你的梦想 然后这个尾灯组同样的 也是这个连贯式的设计 而且如果你关手的话 你注意它的细节 它的这个方向灯是序列式 然后这个灯带呢也非常的明显 这辆车其实主打的就是这个视觉效果 然后如果你有注意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在这个C柱之后呢 这个雾银的材质上面是有这个龙铃的设计 凸显了这款车的那个Dragon Face的设计风格 另外呢这辆车它也不像一般的跨界车那样 有很多的防刮材质 其实它的防刮材质是非常少的 所以我觉得整体的视觉效果看起来呢 还不错 另外一点就是它支援这个powerboot 按两下它就会自动开 打开之后你可以发现到 其实它的这个置物空间并没有很大 如果是讲你今天是一个小家庭的话 我觉得可能够用 但是如果你要放比较多东西的话 那么你就要倒平后面的座椅才可以的 然后你打开杖板的话 你会发现其实这辆车也没有 它给你就是打风机跟补胎计而已啦 所以或许是可能是电磁株的关系 还是其他的因素 所以它没有配备这一个备胎 同样的如果你要关这个powerboot 锁时你按两下 它就关了 还不错还蛮方便的 整个Aktosan的外观设计部分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轮圈 这个轮圈真的有一种风火轮的设计 而且它还兼顾到这一个空气力学 尺寸是18寸 LOHA的轮胎规格是2155 R18 除此之外呢 在这边上面 它还有这个充电口 它支援这个DC fast charge 但是会因为这个电池的容量补充 所以它提供不同速度的 fast charge 如果你买一个普通续航版本 它的 fast charge 速度是70 kW 如果是像我今天试驾的长续航版本呢 它的 fast charge 速度就是80 kW 打开引擎盖之后呢 传统放引擎的地方变成了一具电动机 而且这个电动机非常的低爱 这个就是要营造一个低重心 让车辆有开架有更好的感受 这个电动机呢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203 HP 风车流率表现310 Nm 可以在7.1秒完成0-100的加速 这个也是电动车的特性啦 除此之外呢 这款车配备了两种电池选项 一个续航可以到420公里 另外一个续航可以到480公里 我们今天试驾的就是长续航的版本 所以它的电池组会比较大 超过60kWh 如果是普通的版本呢 它只有50kWh而已 另外外观还有一个小细节 就是这个左右后视镜上面 有一个NFC的logo 其实呢 这款车是有配备一个NFC卡钥匙的 但是这一次原厂给我们 自驾车是给我们这个传统的钥匙 所以没有办法为大家测试这一个功能 其实这个功能其实蛮好玩的 大家可以去这个YouTube或者是小红书 或者是投影看看一下啦 相比起外观设计的温文如雅 这个内装设计给人更大的惊喜 一坐进来你就会发现这个车 质感非常的好 而且设计非常的前卫 首先我要称赞一点就是这个座椅非常的好坐 虽然讲这个头等是不可调整式的 但是整个赛车座椅的设计 坐下去包覆感真的是非常的好 做长途驾驶的话我相信会非常的舒服 然后你触手可及的地方都是软质的塑胶 例如讲这边都是软质塑胶 这边是软质塑胶 这边是软质塑胶 连门板这边都是软质塑胶 所以整个摸起来的感受是非常好的 还有一点就是这款车采用了极简的内装设计 整个内装看过去基本上是找不到button的 只有一个非常大的触屏主机 还有这个很小的舒畏化仪表 这个舒畏化仪表是固定在这个方向盘的前方 所以基本上不会阻挡视线 而且在你调高调低方向盘的时候呢 它也会跟着上下 这一点设计是非常好的 还有这个触屏主机 这个触屏主机其实内建的系统 我相信应该是Android 刚刚还有提醒我OTA升级 就是说这款车是可以update software的 里面其实已经built-in了这个 GPS 还有这个Spotify 等等的实用功能 我觉得已经很足够了 然后重点是它还支援Android Talk跟Apple CarPlay 你不想用它内部的功能的话 只需要连接你的苹果手机或者你的Android手机就可以了 另外一点就是 包括冷气控制面板等等 其实你都是要通过这一个触屏主机来使用 如果是讲你忙操作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问题啦 但是这个就是新一代的设计 没有办法我们只可以接受 然后这个主机 基本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它可以转 而且它在打直的时候呢 它这边会有一个相应的自动旋转的功能 可是如果当你连接Apple CarPlay 之后 这个旋转的功能就会锁死 就算你的银路是打直的话 这个Apple CarPlay 它还是横的 这一点我觉得是比较可惜一点啦 另外还有一个要称赞的点就是呢 它的这个360度镜头清晰度也非常非常的高 而且一按Button就可以使用了 其实这样子看视觉效果还蛮不错的 OK 接下来我们再讲其它细节 这边是它的冷气出风口 这个冷气出风口设计有点别致啦 然后接下来这边就是这个无线手机充电机座 下面还有可以放东西的地方 然后这边就是这个电子排档杆 这个电子排档杆的设计也蛮新银的 推动的质感不错 然后这边有一个水晶的引擎启动键 电子收刹车 还有这台车辆安全配备的开关 这些功能基本上是集中在这边 整个内装是非常的简洁的 然后配上一个浅蓝色加白色的设计风格 非常的简洁 非常的清新 我看来还是蛮喜欢这样子的设计风格的 另外还有一个惊喜就是它的门板 上面有氛围灯 还有这个门把的开关也非常的特别 上面同样也是有氛围灯的设计 在你播放音响的时候 它会有个相应的闪动 老实讲在15万的车子里面呢 这款车的音响我觉得是无敌的 没有任何对手 音质非常的出色 另外在门板的上面 还有一个类似悬液器的设计 我觉得这个设计还蛮特别的 好像是在周觉伦跟你唱这个东风波一样 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波 有一些汽车品牌呢 他们在前面的质感做得非常的好 但是在后门就会偷空间料 可是在这个比亚迪上面就没有 这边同样的还是有这个氛围灯的设计 这个是一个喇叭 然后这个门把开关的这个质感 还是不错 听这个关门声 所以这个后门还是100%用料十足 同样的在后面的质感也是不错啦 而且这个车因为它长轴距的关系 它的轴距超过2700mm 所以后座有空间表现 这个脚步空间还算是可以的 前面是我的标准桌子 后面大概是还有两个拳头左右 只是这个椅垫可能就支撑有一点点不到位 然后后面也是有独立的冷气出风口 下面还有两个USB 一个是普通的USB 一个是Type-C 而且都有这个氛围灯的点缀 让你在夜晚的时候要使用也非常的方便 不会擦错动 不过呢 这款车因为它比较低矮的关系 所以这个后面的头部空间表现 可能会比较有压迫感 而且它这个三角径也比较小 帮助不大 不过幸好呢 就是它上面有个全景天窗 所以打开天窗之后 这个压迫感并不会太重 整体来讲后座的舒适感是OK的 另外呢 这边也是有一个中央扶手啦 还有一个小细节要告诉大家 就是一般上来讲 家庭车呢 它的ISO-FIX 也就是儿童安全座椅固定扣 只会在后座 通常只有欧系车前座会有 但是比亚迪呢 它的这个前面的副驾驶座 同样的也是有一组 ISO-FIX的儿童安全座椅固定扣 所以很明显可以看出 比亚迪其实是比较偏向欧系的车子 现在我们就来试驾这个 比亚迪的阿托3 在试驾这款车之前 我有个东西要跟大家讲 就是这款车如果在这样子的行驶状况下 其实它是有一个喇叭的声音非常大声的 如果你站在车外的话 你会听到非常的明显 这个是因为电动车太安静 所以他们要有这样子的声音 来提醒这个行人 其实有车在行驶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贴心的功能 而实际上大部分的电动车 基本上都有这个功能啦 OK 接下来我就讲回这个 试驾感受的部分 首先这辆车喔 我觉得 我还蛮surprise的啦 因为我之前有听到一些已经试驾了的朋友讲 这辆车其实没有太好 但是我自己试驾过后 我觉得还蛮surprise的 首先我很喜欢它的底盘 它的底盘其实非常非常的solid 非常非常的有欧系底盘的感觉 那个厚重感那个韧性基本上是在的 然后悬吊设定也非常的舒服 就好像现在我过这个减速带 我过这个bump 从画面中你可以看到 它基本上它可以很好的吸走这个随震 所以我觉得这一台车是一台非常舒适的家庭车 这一点我真的超级喜欢 然后第二点就是这辆车很多细节 基本上都做到还蛮好的 就好像现在我打着sinner 这个是它sinner的声音 这个听了是不是还蛮悦耳的 我觉得蛮surprise它竟然又有这样子的声音 好可爱喔 OK 我们接下来再讲回这辆车的试驾感受部分 这辆车的方向盘设定就很一般的 家庭用车它比较轻盈 方向盘的助力比较大 所以它的路感基本上是比较模糊一些的 但是这样子设定的方向盘 在于四驱驾驶的话 我觉得还是蛮方便的 因为足够轻盈 这台车我刚才从我的office开来这边 我感觉到它真的是一台在四驱驾驶 非常非常便利的车 真的是够轻 加上这个电动车的即时扭力特性 在四驱驾驶它真的是无敌 不过呢 配上这个非常舒适的悬吊设定 还有底盘设定呢 它其实也蛮适合当一台家庭车的 我觉得小家庭 两夫妻 跟一两个小孩子的话 这台车是刚刚好的 然后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它的座姿部分 就在我刚才做这个内装讲解的时候 我有讲到这个座椅的设定 其实是非常的运动化的 当我实际坐下来 我在开这样的车的时候 也是有这种感觉 它让我有一种在开Biojo 车款的感觉 整体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运动化 但是这个车 其实本身呢 它虽然外观也运动化 座椅设定也运动化 Sitting Position也运动化 可是实际上 它真的不是一台运动化的车型 它真的偏家用 例如说弯道的时候 它的侧倾会比较明显一点点 所以我建议各位准车主呢 买了这辆车过后 不要当它是一台运动化的车官来驾 这台车它的定位在哪里 它的定位就是一台很舒适 很好开的家庭车 你把它这样子去想 你就不会觉得这辆车 会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讲老实话 这辆车我这样子开下来 我是蛮喜欢的 动力很柔顺 然后隔音也不错 然后基本上车辆的 科技感受跟舒适性都有在 可能是我年纪大了啦 所以我开这种舒适性的车款 我越开是越爽的 我相信你去试驾了之后 你会跟我有一样的感受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讲 它的电池的部分 电池的部分是大家比较在意 因为电动车 大家都是有这个续航焦虑症啦 这台车其实配备的就是 这个比较迪的刀片电池啦 根据官方的数据 它超过60kWh 然后如果充满电的续航 大概是480公里这样 实际上使用有没有这样子的长度 我觉得是有的 因为目前我们开了160公里左右 它的这个电力还剩下339kWh 然后就是78kWh左右 也就是讲如果我真的是 驾到它18kWh左右 肯定是超过450kWh的 当然可能这个是我驾成 比较柔顺的关系 因为我的速度大概就是 维持在89kWh左右 所以它可以做到这样子的 这个动力表现 所以它可以做到这样子的 这个电池的容量表现 其实说真的 不管你是驾汽油车也好 还是你驾着一个电动车都好呢 要顾好你自己的脚是最重要的 因为就算你驾的是汽油车款 如果你的脚一直踩一直踩的话 你也是拿到一个非常糟糕的油耗 所以这个电动车会不会很耗电呢 其实真的是看你的黄金右脚 像我这样顺顺驾的话 我拿真的是可以驾到一个160kWh左右 然后它剩下78kWh的电 我觉得这样子很出色的 因为讲真的 我最近也一直在开电动车 有一些品牌的电动车 它们的电池真的是跌很快 它可能跟你讲 OK 我这辆车配备来 90kWh的电池 我可以续航500公里 可是实际上你开下去 它根本没有到500公里 它只有可能350-400公里左右 这辆车我相信 如果是在一个合理的驾驶状况下 你可以拿到一个450公里左右 应该不是问题的 以我驾我相信我是驾得到的 因为我也曾经试过驾别的车款 别的电动车车款 它的续航 原本讲它只可以抛300-400kWh 结果驾到400亿 而且还是电池还有20%电量的情况下 完全没有充电 所以我相信我是做得到的 驾电动车首先你要改变的是 你本身的这个驾驶习惯 然后你要改变你的思维 你并不是在驾软油车 所以一旦你习惯电动车的开发之后 电动车开起来是很爽的 加上这辆车的悬吊 加上它的这个隔音表现 加上它的质感 我觉得这个150千奇跳的阿托3 绝对是你打算尝鲜的最佳选择 因为目前其实也很多订单 我听他们讲已经超过1000张订单了 你现在买车可能要等一点时间 但是我觉得等待是值得的 真的是驾了之后我会觉得这款车 整体来讲满分10分 我可以给到8分左右 尤其是它的这个底盘 这个真的是很OC的底盘 够舒适够稳定 而且这个底盘的韧性 真的是非常的好 这一点是我喜欢阿托3的地方 你们对阿托3有什么看法的话 也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好啦这个是我们的这一个 关于阿托3的简单试驾活动啦 因为其实这辆车我们接出来 时间是有限的 所以能够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样多 所以以后有机会的话 也会跟大家做一个更详细的分享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要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记得哦Subscribe哦